为了把女人摸得想要 前夕技巧的关键 在于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包括生理型的前夕 情绪型的前夕 和道具型的前夕 以及注意抚摸的顺序和力度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技巧和建议 第一点就是生理型的前夕 重点是在于刺激女性的身体敏感点 比如说大腿的内侧 膝盖窝 耳垂的后方 胸部的上侧 可以使用亲吻和清吸 可以使用亲吻 清吸 清压等等方式 同时注意力度适中 避免造成疼痛感 第二就是情绪型的前夕 通过甜言蜜语 营造浪漫的氛围 创造独透环境 等等的方式来提升女性的情绪 对不少的感性的女性来说 情绪的前夕 比生理的前夕和道具的前夕 更加的重要了 第三就是道具型前夕了 利用情绪的衣物 情绪的玩具等等道具 可以为前夕增添不同的刺激感和深入度 例如说 可以将情趣的内衣提前的放入冰冻式的冰镇 使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增加一些爱爱的情趣了 第四就是注意抚摸的顺细和力度 一般而言 因从不太敏感的部位开始摸 逐渐的过渡到更为敏感的部位 女性对抚摸的力度也是照为敏感的 通常就喜欢轻游的抚摸 在逐渐增扎力度了 第五就是爱爱游戏和互动 通过简单的爱爱游戏和互动 比如说相互的轻软男 对着脑痒或者是模拟式摔跤等等 都可以增加爱爱的乐趣和刺激男性的信用 第六就是使用情趣用品 对于经验较少的女性来说 可以使用情趣提升前夕的质量 从而让男性获得更好的快感了 通过综合的运用 这些技巧就可以有效的去提升前夕的质量了 使女性在夫妻生活中 就是感觉到更加的满意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了 拜拜